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你们电视台的人来 找到我们社区剧委会的王主任 让他来劝我 王主任他本来就是个能诈呼的人 他这一劝不要紧 好家伙 满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他怎么说的 他说让 他说让我们几个去参加节目 说是 能解决这个老年人 混 混恋的问题 还有 说让我们要勇敢地面对 这个老年的这个黄昏恋 还给那些不婚不育的人 不是 恐婚恐恋 还给那些恐婚恐欲的人做榜样 你说这这哪个哪儿 我们做啥榜样啊 话说的确实有点诈呼吧 但是人家这道理没错 什么没错呀 这么一诈呼 弄得沸沸扬扬的 满城风雨 连我儿子那单位 人家追得我儿媳妇问 你爸又要结婚了 逗逗我儿媳妇都不回家了 我这个老亲家给我打电话说 老韩娜 我们家可丢不亲的人啊 你说这什么话 这说的什么话呀 这跟丢人不丢人有什么关系 可不是此有个亲家人 真好强 对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老年人再婚有啥可丢人呢 这丢人说的不是说再婚 是指上电视 可不是 我我我看你们那节目了 你们那节目那主持人 那小帅哥在那上 吾喳喳喳的 我们这么大岁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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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我们可涉陷不及 不是不是不是 韩大爷 您看那不是我们节目 我们节目叫好好说话 反正都一样 你看这事儿猫的 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 是啊 谁说不是的呢 就连我门口保安 看着我都挤没弄眼的 还有那个卖馒头的市场 小刘 见到我 韩大爷呀 弄哪个搞的呀 没开两步了你 老素发心子 这真是 这丢人都丢大夫了我这 韩大爷 您呀 别生气 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帮您解决问题 我现在呢需要知道 多方面的态度 不知道您现在这个 儿子和儿媳妇是什么意思 他们什么意思 他们的意思就是不同意 他们一听说我再婚 他们回答倒挺含蓄 这都是假的 但昨天晚上儿媳妇回来了 人家发话了说 爸 您要是再婚哪 您前几个把老太太领回来 我后脚就离婚 你说儿媳妇一生气 我儿子就没电 这熊玩意 你看 说的都是什么话 而是他儿子跟老韩说了 说呀 老韩要是这样下去的话 以后 有个病躺在床上 床前一定没消息 这话说得太狠了吧这个 是 马大妈 不知道您儿子那边 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我儿子说了 你看这 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 他为这事也差点坐了牢 好 如果韩大哥不跟我结婚 他以后就天天去韩家闹 反正大家谁都别想好过 你看看 看看 实际上挺好一件事 全是我们家这 我这个儿子小兔崽子给闹腾的 你说他要出来不闹腾 你说能会是这样吗 你说这小兔崽子 怎么就能够是这么一个人 程大爷 说得 你别生气 别生气啊 你说你 我觉得啊 小时候这么一闹腾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小兔崽子 韩大爷 您就打算一直这么跟子女 那么瞒下去吗 这个事还想解决吗 那么现在 小周这么一闹腾了以后呢 大家都知道了 那好 我们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艾米 艾米哪儿去了 你让她帮你买咖啡你忘了 她怎么这一杯咖啡要买多久啊 我这还那么多事让她干呢 真是 你要复印是吧 给我帮你 那谢谢你啊 小廖 观众人 那个 有一个律师专业期刊的记者 要求采访 关于罗修那个案子 他们想做一篇专栏 我想这就你的意见 你 你是去啊 还是 我不去 那一遍 是这样的 这个案子最后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那我觉得热度刚刚退去 我再去做采访 再说一遍 舆论又起来了 那不对我的委托人又是一层伤害吗 再说了 我是新律师 我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敢说 回头说了不该说的 把咱们律所给影响了也不好 我挺你 我把他们回来 回点 刘胖 你是不是傻呀 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放弃了 要不你去 韩大爷 小韩坚决阻止您再婚 您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吗 他跟我说 说是他妈走得早 他心里还在怀念他妈 胡说 我可以当证明 老韩的老伴 已经走了十几年了 十二年 这儿子老说 孝顺孝顺 怀念怀念的 去年 清明 就是因为下点雨吧 他就接户就不去了 还是我们哥俩 把手挡着手一起去的哪儿 他还说我这么大岁数了 再找个老伴 让人指指点点的 让人看笑话 不是胡说八道吗 你说我们现在 这么大岁数了 找个老伴干什么呀 不是就为了一个 相互有个依靠 有个依恋 有个照应吗 这不是也给儿女减轻负担吗 怎么就不能找的 你们年轻人可以追求幸福 可以追求爱情 我们老年人就不追求幸福了吗 你们追求爱情 我们老年人就不应该追求爱情了吗 这是哪条法律法规定的 我怎么没读过呀我 大哥 别着急了 就是我命不好 韩大爷 您可别这么说 您有像周大爷 这么肝胆相照的兄弟吗 在晚年的时候 还能碰到一个 跟您携手共度的人 这已经比很多老人家要幸福了 我冒昧问一下 您和马大娘结婚 这个决心有多大 必须的呀 你说这事现在都闹成这样了 我现在不站出来 那我还是个男人吗 我 其实我今天来 是受了一个人的委托 赵大爷 您知道是谁吗 谁呀 您儿子小周 我这儿又怎么 没完没了呢 是吧 您听我说完 小周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觉得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 受伤害最大的人就是你 真的不忙 你急着啊 现在有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呢 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狗血的 老年三角恋的故事 所以他就是希望 你们能参加我们的节目 把真相说给大家听 同时堵住那些人的嘴 什么三角恋堵嘴啊 小周说得对 他爸已经都受这么大委屈了 我到这个时候 我得为我大哥恢复名誉 我没受委 受什么委屈 什么 你受委屈了 什么恢复不恢复名誉 你怎么能不受委 我没事 你们见杨主持 这个节目我 我决定参加了 我就舍了我这张老脸 我就在镜头前一站 你们看吧 我们就这样吗 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们是正常的 我们是认真的 你去哪儿 我跟着就是了 说什么呢 去电视台啊 还怕不丢人哪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知道了 还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 不能因为我 丢这个人不能去 不去啊 你们俩别去 不去 周大爷 能不能再听我说一句 韩大爷和马大娘 来我们节目 跟子女调节好了 这对于社会上 所有的老年人 和他们的子女来说 都是一种启发一种气势 如果真能做到那样的话 我觉得 这就不仅仅是一节目 那么简单了 这将会变得非常有意义 那 去啊 那 有道理啊 咱孩子要不配合咱怎么办啊 是啊 光我们仨没用 孩子不来 怎么做呀 没啊 只要你们仨同意 子女的问题 我来搞定 我来 李总 根据您的指示呢 我让财务部门 对咱们这个资产出售啊 做了一个方案 让财务总监 给你介绍一下吧 李总 我们目前对制衡地产 可以快速变现的资产 做了评估 如果将制衡地产 现在在西南主要城市的 一些商业街出售的话 勉强可以缓解 现在的资金压力 但是 到这个时候 有什么出事吗 不用顾虑 现在出售资产的话 明眼人一看就猜得出来 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买方一定会恶意压价 肯定卖不出一个好的价格 而且西南商业街 在公司的资产当中 是比较好的资产 压价出售的话 我们就亏得太大了 您看一看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 没事 你接着说 李总 出售这个商业街 这应该是咱们最后的选择了 现在呢 咱们有一些 经济效益一直不太好的子公司啊 可以考虑现在处理嘛 是 快点 快点 老婆 你买齐了没有 还没呢 我想买的就是在那条边 什么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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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 我觉得这太不科学了 一定这个规划有问题 它就应该把你 把你想要的 想买的 想用的 一次马齐了 放在一条街上 要不然就得累死我们今天 别逛街的 老公 你这想法太好了 等你哪天有钱了呀 你也给我买一条 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的干 行啊 那我就是这条干上最良的仔 我老公在我心中 永远都是最良的仔 企业转型 是需要创始短判的决心的 我们也曾经辉煌过 这条街上 势头好的时候 只用地产的住宅 写字楼 商业地产 养老医疗 便利开花 现在 也只不过是需要缩短战线 集中精力 在更重要的方向上 这也没什么好丢脸的 所以各位 可以开始你出售商业街的计划书了 未来 我们会面临更激烈的谈判 所以我希望各位 努力 把我们这点家底 买出最好的价钱 我在这里 先谢谢各位 陈总 这 这 各位辛苦了 接下来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开始 价格 努力